到底是玩遊戲還是背遊戲玩? 大家好,我是昇龍君 春季的遊戲你都破關了嗎? 來看看我都會變成什麼令人期待的遊戲吧! 第一款是鳥山名作品改編 沙漠大冒險 目前玩家可以體驗試玩版 其實昇龍君很喜歡這款的人物設定 有點讓我想起了PS2時代的遊戲 暗黑編年史 不過聖龍君玩了試玩版後 覺得地圖與戰鬥不盡理想 看看正式版會不會改進囉! 由韓國工作室研發的第三人稱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劍星 這款聖龍君玩了試玩版之後 覺得非常驚艷 世界背景是設定成未來的末日 不僅招式設計流暢 也能讓動作苦手的玩家玩簡單模式 故事和動畫也超級有沉浸式的感覺 太期待正式版啦! 七龍珠 異戰2 這款其實是2016年PS4的遊戲 在5月23會推出對應新世代的主機版本 也會推出全新劇情DLC 算是非常長袖型的七龍珠遊戲 有故事模式也能線上對戰 那聖龍君有空也會來玩看看喔! 超極限的! 這就完成了! 勇者的二龍時 覺醒的5個種族 離線版 這款以時代線上版為世界觀 回歸傳統回合制的RPG 離線版 那這款我之前也有關注 也有看2024台北電玩展的發表會情報 那因為聖龍君本來就是攪拌控啦 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喔! 再來是一款比較冷門的遊戲 迷失幻圖 聖龍君也酷愛這種棋盤式的戰略遊戲 而且有別於同類型的是 他的技能有結合卡牌出招 會讓每次的關卡都能有不同打法的感覺 不過從目前的宣傳影片看是沒有其他的夥伴會加入 算是比較失望的地方 那希望遊戲能開發順利囉! 如果你有其他期待的遊戲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是聖龍君 記得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謝謝大家掰掰! 訂閱我們 咆哮 咆咆 咆哮 咆哮